中翔老师个人频道上线 赶快订阅起来吧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千涵 我是中翔老师 我们现在已经636个订阅了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们 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 按一下订阅吧 我们赶快充700订阅了 那我们可以回到今天的盘式 韩国今天早上是很开心 受到AI的助攻下 是一度大涨了超过180点 不过尾盘涨幅有点收敛 最后只有收105点 那老师你怎么看 接下来的盘式呢 好首先各位同学 感谢你们的订阅 在这里订阅按赞分享 加入我LINE8群组 已经快破3000个了 破了3000个就一定 你的股票一定涨定版 这个大家很 那个LINE8订阅按赞分享 有一个同学在里面讲 他参加哲哲老师的 会员但是都看我的节目买股票 因为哲哲老师的股票都不太会动 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盘 在这里是不是涨了105点 对 3443的创意有没有涨定版 有 有 我跟各位同学讲 这里我都这里现在没有做了 那时候在做爱普的时候 爱普也涨了好几倍了 但是跌停跌停下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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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全部卖光光 对 因为第一次碰到缺口一定要卖光光 下来我又开始买 对不对 然后还献股当初 今天创新高 老师是不是说这个缺口一定会补 我有没有讲 千涵 我有没有讲 有 对不对 全市场大概比我厉害的没几个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5351的预创老板叫卢超群 对不对 这一支股票我们以前做过 我告诉你 他每年大概12月就会涨 对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今天汉地拔冲 这个90度假 这个有时候卖一点下单的 连买都买不到 啪一下就涨停摆了 好 来看一下 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又用周线来看 周线来看 你看他在三年前的时候 他这里是不是12月份 这是12月 对 周线他是涨停涨停涨停 从50块涨到100块 40块 40块这里40块 40块到100块 那又要从 故技重施了吗 下礼拜会不会跳空涨停涨停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赶快加赖就知道了 订阅按赞分享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来我们把它弄到日线 我昨天跟各位同学讲 我爱普高档有先卖一些 低档再买回来 今天有没有过445 有 最高449 老师过了又拉回来 过了就代表说他要过了 来看一下 他未来五日线扣底的位置 1234 下礼拜一就扣低了 那这一次再过五日线就不会回来了 他今天没有量 所以他供不到450以上 下礼拜一万一有一个5000张的量 不要5000张了 5000张太多了 大概是8000到1万张 搞不好就涨停 同学 我们注重的是量价量价 那有同学问到3234的光环 我告诉你 我们虽然卖掉 但是你不要怕他会涨 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只要买的人全部解套都获利 你看老师对你们多好 你们追高老师还在跟你们讲还会涨 老师你们会员有没有买回来 我有一个会员买回来 买在28块这边又买回来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快涨停 我是不是跟你讲 你来参加我的 我会把你拉到涨停板 我会有没有这样讲 有啊 昨天有一个手上有光环10张 就来参加我的会员 就赚到涨停板 好不好 所以同学有问题尽量问 没有关系 那老师30141的杨志凯会不会涨 他今天还算蛮强的 老师 你们会员买回来没有 还没有 我会找机会买回来 我会找机会买回来 好不好 但是2382的广达 老师还在这要死不活要死不活 老师人家说技嘉很强 这样开高走低 对开高走低 对不对 碰到半年线 你还在套牢的话 你真的要来找我 你不来找我你也没办法 3231的伪创 开高走低 对对不对 还是不太强 受制这个季线 但是季线慢慢慢慢会走平 我们出手 我们每次出手都赚钱 下次哪一次要出手 我会再告诉你 好 来 有任何的问题 打电话来问 好 有朋友想要问3228经历科 经历科今天又拉涨停了 对啊 我告诉你IP股还没有死的 但是 我不会带同学买在这个位置 300块是一个压力 我先讲好 是 上一次拉到293.5 对 对不对 他这家公司是靠筹码的 那因为最近老师有讲过 千涵我有讲过什么话 你记得吗 讲过太多经济两眼了 因为他没有融资融卷 所以呢 所以散户要买 主力要买的话 他也不会融资 他没有 公司股票净值 已经没有融资融卷 所以他在这里就看主力怎么拉 对 没有融卷也不能放空 所以主力不能两手 不能说融资买进融卷放空 这样子去坐价 这有人在吵 你注意到哪一天 我有跟你讲过 他只要开太高你都不能买 有老师有说 我说你如果开低 开低都可以买 对 他如果哪一天开涨停板 我告诉你 那就大概就死了 好不好 好再来 好还有6533的金星科 6533金星科 外资是不是看到560 对不对 后来 这位朋友他的想法很特别 他问470到490 可不可以空他 空他 我告诉你 你要空他到500块以上 再来空 真的 我讲真的 是 你在这里空他比较 但是 他在这里 他有RESIC ISC RESIC 他有这个题材 对 对不对 他还没有公布营收 他万一一公布营收很好 他搞不好就急冲了 所以在这里放空 多投市场尽量不做空 因为风险很大 我举例来说好了 有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老师 你那个预创涨不上去 我来空 前几天 对不对 每次到515就下来 你看 对不对 碰到515就下来 碰到515就下来 碰到515这样 这三四高点都是515 所以老师在昨天写 是不是写515 但是你注意到10点 当他 这一次碰到515 对 当他过515之后 他二话不说就是涨停 二话不说就是涨停 真的 所以你不要乱做空 因为多投市场尽量不做空 好不好 在哪 那金星科现在算底部成型了吗 金星科 对啊 就是刚刚 我跟你讲 因为他短线涨幅很大 ABC的修正 这个低点没有破 5日线未来扣底低档值 所以他一出量又会拉涨停 那这几天谁在卖的你知道吗 那个死外资 外资这一天去锁涨停板 后来这一天又买 这几天又买 后来外资在这几天 他对金星科是站在卖房 是 我跟你讲外资就渐渐的 哎呀我讲一个六七一九的例子 嗯 昨天是不是阿很低 对 有一个外资在卖 啊 投信天天买 啊这个那个外资卖完 我是不是 我不是说开盘272直接就供了 嗯 供到298 299勒 279勒 279勒 对好 注意到啊 这一支股票其实在低位阶 是 很多同学都说老师这支股票涨很多 屁啦 涨很多在这里 啊 涨很多在这里 所以这支股票 老师看一下筹码 搞不好下礼拜一会买 嗯 我还没买我就讲还没买 老师最诚实 有买就有买 没有买就没有买 啊 不要在那边搭嘴炮 好 再来 好 还有6535的顺耀 同学你们做股票是是是怎样 是是你 越越越早没有人 哎 上一次我是不是在这里跟你讲 狙击 狙击嘛 对啊 我说躲在那里啊 对 躲在那里 你看 会过嘛 我问你 我说这个糕点过了你就要卖了吗 对 有 啊你卖了没有 卖了没有朋友 我不知道你卖了没有呢 跟我们说一下 啊 我说在这里 哎 赶快加赖里面留言一下好不好 你卖了没有 我在这里跟你讲 这个线型是不错 但是没有量 嗯 我说你就躲在那里 躲在那里 你看 然后突然急拉 啊过高 你还要再去买那里就完蛋了 嗯 啊过高你就卖了 对 对不对 所以 还真的有拉 真的有过高 真的有过高 对啊你看 老师讲的会过高嘛 你看这有没有过高 真的有过高 过高你就去追 他没量啊 对啊他没量 没量我怎么带会员去买 老师的会员500个 带他去买 一人买一张就500张了 不可能啊 那你狙几手 做对了 创高你就卖 好下来 好还有2421见准 这一支很多很多同学介绍 很多老师买这一支 上一次有人来参加我的 我就要卖在100块以上 是 卖在100块以上也对了 对啊 因为他都没动 真的 对不对 老师他不是那个 什么什么散热的 什么 现在冬天 冬天不需要散热了 千海对不对 冬天 冬天还要散热 都已经冷死了 晚上棉被都盖两床了 你还要散热 不要开玩笑了 好不好 不要开玩笑 这支股票100块以上 你自己卖 老师我买在150 谁带你买在150的 你去找他 不要来找我 好不好 老师没有意见 好 那我们再 有朋友问一下 6202盛群 MCU MCU 哇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这一条叫鸡 这一条叫年线 他唯一的好处是 他有底部有出来 但是年线这边压力很大 这支股票真的没有人在玩700张 我买的股票都没有那个700张 你看我买的股票几张 三万张 九千张 四万张 老师是老师有没有写说四万张就会购 对 你看啊 有啊 四万张就就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 有一些同学这样子 我试问你的同学 你们老师如果带你们去买的股票 成交量只有不到1000张 那第一个是这个老师没有会员 第二个 是他自己买好 拉上去以后他自己出一出 然后不理你 对不对 不然呢 不然呢 有的股票都没量 没量你怎么去做 老师你不能这样讲啊 昨天那个预创也没什么量啊 没什么量也有7000张 没什么量 昨天外资买500多张 对不对 对 你能买几张 50块的股票 你买100张好不好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同学买100张 今天一天就涨停板 一天赚多少钱你自己算了 我不知道 好再来 好 那还有2375的凯美 2375 凯美其实是国际集团 我有跟你讲这一支股票会动 对 但是因为在一根拉长红以后 我这里就比较难做了 因为他都没有回来 但是凯美以前并自保 自保你们大概不知道了 他很久以前并自保 他是国际集团里面最活泼的股票 其实都有阻力在里面的 你看成交量也不太够 那这种有阻力在里面 其实我如果低档没有买到 基本上我就不太会做 但是国际他跟着国际走 国际会飙他也会飙 他飙的会比国际还快 好再来 好还有5347世界先进 你又在世界了 你世界问了多久了 东东东东 过高过高就出了 好不好 这一支股票我没有做 其实世界先进我以前做过 对 你知道我买世界先进的时候多少钱 你猜 10块 不对 更低吗 10块 你们不相信我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世界先进 我告诉你 所有股票我都做过 我们看一下他的月线 老师没有10块 错了 来给你看 这有没有10块 有 我买世界先进的时候是10块 真的啊 我那时候客户10块钱 世界先进买1000张 10块涨到150块 同学 地宝他买得起了吧 还是你要去买那个 那个信义计划区 有一个那个旋转 那个叫什么 逃租饮员 逃租饮员 有人跟我讲 老师你怎么不搬去逃租饮员 上面还可以放直升机 真的 逃租饮员上面可以降落直升机 老师以前还做过直升机的代理 年轻的时候 你看这里是10块 但是老师你现在 为什么不做世界先进 因为最近年底做账 都在涨小型标股 要做就做标股 我举例来说好了 5351的预创 你看 4块多涨到100块 当然我们不是4块多买的 因为这里还经过减值 这不算了 我们大概20块买100块出 对 我们现在40块左右又把它买回来了 它会不会再继续涨 你用眼睛看就好了 在哪 老师所以世界现在 如果它手上是有的话 就继续等吗 还是 如果你有赚钱 你就卖掉 跟着我做 如果赔钱 你就等啊 等到85块以上再出吧 其实世界先进也是好公司的 那你会说老师好公司以前怎么跌到10块 我告诉你以前很多股票都跌得很惨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中环莱德 对 中环莱德 我们那时候代会员 中环卖到200多块 莱德卖到200多块 现在都剩下10块钱 对不对 同学老师经验够不够 我再跟你讲回来嘛 2388的卫生嘛 对不对 以前600多块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嘛 人家开始要做了 就会涨 不到200块以上老师不会出 那老师要怎么做 当冲还可以做啊 我带你做嘛 你看你昨天 昨天下引线很长 对 你看看昨天下引线有多长 昨天从157.5 157.5拉到166 今天拉到175 看多会拉 对不对 所以同学跟着我做就对了 在哪 问题差不多就是世界就是最后一题了 世界最后一题 没有人问光环了 有啦 光环我讲过了 对啊光环刚刚讲过了 还有问什么 不然老师你再补充一下光环 光环啊 对 30 因为他前几天问买30的要停损 他是234 我知道 30要停损 我跟你讲不要停损 我有跟你讲啊 有 他今天就是涨到30 我跟你讲 可以卖了吗 这上面有毛毛 对 他上一次拉了五支涨停 这一次拉了四支涨停 上面有毛毛 下礼拜一 他是不是出量 我没有跟你讲他会出量 有 有没有跟你讲过 有 对不对 我没有跟你讲过这边会出量 对 他这里会出量 当然他在出量 因为他也是没有融资融卷 嗯 他跟金利克差不多 对 这支股票也贼贼的 嗯 我讲真的 这支股票也贼贼的 因为他以前跟华新光的价钱差不多 华新光现在已经一百一百多块了 对啊 光环才三十几块 啊 所以如果你有赚钱啊 要卖我是没有意见的啊 那老师你们为什么要卖掉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比较短 有很多小自主来参加 我们让他先赚一点钱 嗯 其实老师还是看好他的啊 那如果说你张数多 你就先出一半 啊 因为没有融资嘛 对不对 你譬如说一百张就 一百张就三百万嘛 嗯 三百万三百万以后呢 那如果说你卖掉一百五十张 你就有一百五十万 对啊 跟着我来做一些 正常的股票 比较会标的股票 是 祝你周末愉快 这样停摆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哦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分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分薪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